這是我的晚餐 沒有刀買了一塊肉 五花肉 從中間給它破開 就這麼大塊的煮了 大概是一盒米飯 米飯沒熱我就不熱了 然後就一點點醋 還有這個 這是寫的北京二鍋頭 我在超市買的 一塊錢一瓶 就這麼一瓶一塊錢 我買了之後 我們家裡人看見了 家裡人說你可別喝這個 一塊錢喝了不得中毒 說我想你是超市賣的東西 它不可能是假酒 很多人都說這是假酒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在超市正規超市賣的 只是一塊錢而已 不知道它是特價一塊錢還怎麼 這賣一塊錢 寫的北京二鍋頭 北京藍牛酒業 你快錢 快多少度 56度 這56度度度數可不低 聞起來 不是假酒的味道 我聞一下挺上頭 還沒喝呢 聞一下就頭有點暈了 今天咱們就喝白酒 吃大肉 來擺個造型 到時候我再截圖做個封面 就這樣 北京二鍋頭和大肉 這肉不一般的大 那是相當之大了 今天就吃它 我冰箱裡頭沒有蔬菜了 這兩天也沒去超市 沒去菜市場 只有肉和酒 小龍蝦昨天剩的 咬口肉 從來自己沒做過這麼大的肉 看了都是軟鞋 沒刀 不太爛 我最喜歡吃不是特別爛的肉 它有嚼勁 成都這邊豬 跟上海那邊賣豬肉 它不一樣 吃這個更香 特別有豬肉那個味兒 就是我那盒米飯 不敢空住喝酒 空住喝酒一喝就醉 晚上還想去酒眼橋 酒吧一條街 我在喝醉的去不太好 要是一塊牛肉就好燙了 豬肉 我先不敢大口喝 我先抿一口 是真酒 但是它這個酒不像那種唇涼那樣的 就感覺酒精汁水呢 跟我們家的醉醬小燒 不是一碼事 也挺辣 還可以 我覺得應該不是假的吧 買完這個 買完這個 我們家裡人千丁萬主婦 你可千萬別喝 你用酒精叉叉 什麼櫃子 叉叉灰塵什麼的 行千萬千萬別喝 就怕去家裡救 我先不多喝 我先少喝一些 你看在這兒的 少喝一些 萬一有反應了 能及時自己救自己 多了就完了 這大肉怎麼燒的這麼香呢 別說你們接受不了這個大肉 看的噁心 我看的樣子 我也覺得噁心 但是吃起來挺好吃 我比紅燒肉還好吃 我做的時候沒告訴你們 我都放什麼了 因為我快離開成都了 我瓶瓶罐罐醬油 都沒用幾滴 剩那麼多醬油 我倒了將近半瓶的醬油 也沒放什麼東西 放點薑片 放點蔥段 就這麼煮 還放了點糖 這煮出來之後這麼香 我那是生抽醬油 北京二鍋頭 我是從來沒喝過的 真的也好 假的好 從來沒喝過 它這個酒跟我們家鄉 酒差挺多 差太遠了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 它絕對裡面有水 更對了一些 我也想旁邊有一個百合 那叫西芯百合 配著吃 小青菜 空青菜 米西 配著吃 沒有蔬菜 小龍蝦 好夠味 當時沒吃完 湯一直在湯裡泡的 味道全進去 又麻又辣 夠勁 好多朋友以為我吃蝦不去蝦餡呢 我一塊頭子就能把蝦餡去了 吃蝦老有經驗了 就喜歡說了蝦殼滋味麻辣 光吃肉沒意思 再來最後一口白的不喝白的了 一會兒來點皮的 來個皮的 煙精啤酒 挺好吃 一麻一皮這麼一勾兌不得醉了 接下來你們看到就是一個墜鬼走在九眼橋的邊上 這塊大肉你遠處看的有點白 覺得有點噁心 你進看看 挺瘦的 邊上一點點優質而已 你看這個地方都瘦肉 看到沒有 看我咬的那牙齒印 這邊有點肥 我沒吃了沒咬 挺好吃的 不比紅燒肉差 我現在把龍蝦消滅光了 龍蝦湯汁特別多 我把飯放裡面泡一泡 打肉還沒什麼動呢 缺點青菜 是不是覺得我吃飯太不講究了 出門在外吃飽就行 營養均衡就行 加不出來 加不住 現在這個飯就有火鍋味了 還有龍蝦味呢 挺好吃的 吃飯不挑 有肉 太爛了 有肉有酒 有肉有酒 就是一頓好飯 我慢慢吃了 我就不拍了 吃飯 吃飯拍視頻挺影響食慾的 這樣吃了來勁呢 還得換個角度 還得說話解說 這不說話 沒人吃 不要太爽 我太爛了 好了我慢吃了啊 拜拜 吃完飯了吃點西瓜吧 咱們這根飯裡面沒有菜 沒有青菜 沒有蔬菜 吃的也難受 腻的火 在西瓜放冰箱裡都凍了 好冷啊 吃飯還得 荤蔬搭配營養均衡 少哪樣都不行 別說一頓不吃肉 渾身都難受 一頓不吃蔬菜 渾身也難受 成都都已經快8點了 外面天還是亮了